在平台上有很多粉丝追踪你 然后你说的一句话可能比起其他人会有影响力 嗨你好我是Shylis 我是来自香港的MKOL 其实在成为一个MKOL之前 我是没有想过要当MKOL的 好像是我自己拍照 然后都分享到IG 有一天就有产品的适用邀请我 然后我就开始第一次的合作 今天开幕都会邀请我们MKOL 或者是其他的艺人到场 我们很多时候在同一家要promote的餐厅都会撞到 或者是电影的分享会都会撞上所有生活的用品 还有餐天吃饭也很多都是免费的 好像这一次就是VA邀请我来越南这边体验 他们提供了住宿拍摄的地点 然后带我们去游览 他们的工作人员都把我们当相兵交代了 首先拍照把字纸跟产品都要拍得美 朋友跟男朋友他们都蛮欠就我的 下班以后还要去找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去拍摄 然后其实我们差不多拍几十张 只有一张是可以的 因为可能我要拍很多张照片 然后才可以吃饭 他们都会帮我 然后就没有埋怨我 其实我当MKOL不是要影响谁 只是我把我觉得好的事情分享 餐厅的案子 我真的是接之前就上网搜寻一下那个餐厅的风情 之前说有个是说他们之前碰到是什么都占好的KOL 然后推荐的餐厅原来是不好吃的 如果你先做一些资料搜寻 如果真的不好就不接 不要说谎 如果你是有主见的人 其实你每天就在影响你的朋友 我的学生 这个真的是要认同自己的权在的价值 不要太刻意去找东西去分享 你就按照自己的生活去生活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